健康有理Easy之心 哈喽我是Charlene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好Easy 大家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而其实春天到了 女人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像柔情似水呢 今天我们就是要谈一下春季的女性养生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杜承云杜中医师 杜中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杜承云中医师 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新兴中医的用法 我们不止可以有好喝的药膳 还有很特别的中药外用 敬请期待哦 杜承云医师 拥有台大学士台大术士学位 并在美国深造取得中医术士学位 也曾于中国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班 进行专题研究 目前是琉璃药上堂中医诊所的院长 也创办了杜众月子养生餐 琉璃瑜伽学院等养生事业 并在洛杉矶中医大学教授中医营养学的学科 除了中医的本科之外 杜医师对世界上如欧美及亚洲各地的自然医学 与传统医学多所涉猎 经常举办各种演讲及教育训练 接着呢要为您介绍的呢就是杰斯卡 杰斯卡您好 大家好 我是加州治疗师 我叫杰斯卡 今天很高兴啊 有这个机会啊 来到这个节目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关于春季如何为女性做一些复刻的保养 杰斯卡 加州按摩理疗师 为扩大改进加州按摩室执照的获取资格 加州按摩理疗师的执照CMT 获取资格有新规定与要求 从2015年1月1日开始 按摩理疗师执照申请者 必须具备以下要求才可以成功申请执照 第一 必须完整有效的500小时以上学历要求 第二 是2015年最新的法案更新 通过全国初级能力考试 如Massage and Bodywork执照考试 其实女性养生是非常重要的 女孩子从一生出来开始 一直到青春期 甚至到最后的更年期 每一个阶段都非常不一样 我首先想要问杜医师的就是 其实女性养生到底何谓养生 其实在养生的话题上 在中国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倒是比较奇特 怎么回事呢 你们中国人到底在吃什么 在喝什么 为什么每个人都像Charlene一样 或者像我一样 我们保持得这么好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养生的概念是跟着 自然的节气所走的 那我们中国人讲24节气呢 是根据地球黄道的日照时间的长短 古人经过经验的观察 得到了这些节气的名字 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春天了 是不是 那春天呢 刚过的一个节气叫金植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上个周末在洛杉矶 我们大地一升雷 那个春雷打响了大地 也让万物获得一个苏醒 那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万物苏醒的时候呢 我们随着这个自然的节气 我们做身体的一个调养 不止女生会变得好看 男生也会变得比较有精神 其实春天到了最重要就是 大地已经复苏了 大地复苏的时候 人也要跟着复苏了 在冬天的时候 你小小冬眠了一下 就像动物一样 做了一个小小的冬眠 春天开始了 要开始好好的重新开始养生了 女性来说应该从何开始养生 身体哪一个部分应该要 最重要最需要养 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女人是水做的 那水呢 在我们的身体里是什么 当然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血分 那女性的血分呢 如果缺少了 就比较容易造成面色尾黄 脸色苍白 甚至头晕疲倦的状况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女生怎么就像林黛玉一样 病奄奄的 其实不是我们女生故意的 你若没有把你的血调好的话 的确看起来 气色会比较差 而且人的精神也会比较不好 所以春天呢 我们注重养肝 肝痰的就是血 所以肝血的保养 跟现在的养血 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所以春天其实女孩子 是必须要养肝 养肝就等于是养血 对不对 其实呢我也想要知道 其实有很多人呢 都会觉得 其实为什么我每次呢 好像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都好像起不太来 身体呢就一直软软弱弱的 就算是春天到了呢 太阳一早就已经晒到屁股了 还是一样觉得起不来的感觉 不知道这样的问题 Jessica在诊所的时候 有没有常常遇到过呢 我们常常会有病人啊 会来询问关于就是说 早上会比较有赖床的迹象 对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建议他就是说 可能晚上啊 让他喝一些 就是比较安神的药 然后让他可以睡眠比较好 因为肝气欲足的时候 他比较容易在睡眠上面 会比较不容易入睡 对那像前一阵子 我们曾经发生过 有一个病人呢 他是刚生完baby 然后呢他就因为 晚上不好睡 然后又刚好是遇到 现在正式春季的时候 所以导致呢 他居然有很严重的产后忧郁症 但是家属都没有发现 结果突然间 就是一天两天 就突然间断奶了 哦那我们 就已经没有奶水了 对就奶水就是停掉了 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请我们都医师 然后呢特别就是针对他的一些 肝脏帮他输干理器的部分 然后呢让他安眠的部分 去帮助他 然后呢再想办法 就是帮他把他的奶水给 就是再补救了 对因为这很重要啊 因为小朋友一定要吃妈妈的母奶 才能够比较健康的长大 因为母奶里面有非常多的成分 都是小朋友需要的 对 东医师那请教您哦 刚才Jessica提到的 因为肝气郁结了 导致气血不顺 之间会间接导致到 竟然妈妈完全断奶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很严重啊 其实这个在中医上呢 完全是有依据可循的 我们讲说乳房属肝 乳头属胃 其实刚好你看春天呢 就是肝气抒发的时节 这个妈妈因为生了孩子 荷尔蒙的撤退 造成她产后有点忧郁 其实她一定也不想这样 结果渐渐影响到她的奶水 所以你看哦 妈妈一个人受累 全家人都遭殃 所以这真的是要很小心 也唯有中医才可以处理到这个议题 应该是这么说 因为其实我发现 如果是西医的话 很单纯你去看医生 医生你会给你一些药物的治疗 让你可以让奶水赶快出来 然后补育给这个小朋友 可是殊不知 其实西医它的药物呢 可以马上见效 可是说明就会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在下一节的健康好Easy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告诉你 其实有很多草药 甚至中药都可以帮你养气 甚至是养生的 所以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这一节的健康好Easy 刚才呢 杜医师告诉我们 其实女生呢 是要养生的 而春季呢 更是女性养生的最好时节 而杜医师呢 这一次也带来了 许许多的中草药哦 这次要告诉我们 怎么样可以在春季养生 杜医师 我们今天呢 要来摆脱一些中药 味道很浓重 然后好像很成就的感觉 我们要带给大家呢 最新的中药的用法 其实西方世界也有讲草药 那草药的使用呢 我们大家听过 Herbal Tea 是不是都觉得很香甜好喝 对 其实中药里面有很多很棒的草药 只是我们要跳脱这个老中医的科救 来介绍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讲干血养得好 你整个人呢 不管情绪也会好 皮肤也会漂亮 气色嘛气血气血 是你的连身材都会好 是不是 这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呢我们要介绍一个 大家耳熟能详的叫做四污汤 经过适当的比例调整 我们的四污汤呢可以炖起来 味道是很轻柔的 那怎么样改变这个药 让人家觉得不敢入口的方法 最简单 搭配食材 其实食物加上药物 才会产生它药疗 食疗最大的效用 那我们搭配什么 搭配排骨 搭配鸡汤 搭配鱼 都可以让你整个四污汤变得很轻盈 再加上我们平常女孩子 最爱吃的大枣或枸杞 这些是食物 不是药物哦 只是我们中医拿来入药 OK 那加上这样的配物 我刚才请问一下中医师 那所以其实您刚刚提到的 像这样的红枣啊 还有枸杞啊 这所谓我们可以 因为它是食物 我们可以说它为是药饮吗 它是把这些药材的这些 所有的配方都引导出来的吗 这么说 我们反而经过了 大枣枸杞的一个调味 可以让整个药呢 更balanced 更温润 而少了这些药的杀气 我们常常讲说 用药如用冰 其实中药用的强 它也会是杀气腾腾的 所以它可以治病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讲治病啊 我们要讲的是养生对不对 那养生的部分 一定要可口美味 家里的小朋友 妈妈 甚至老太太 才会愿意尝 那这样子的一位 四污汤呢 刚好可以适合全家 老的少女跟小的少女一起享用 OK 羊血最好的就是红肉 还有蛋白质 药杀里很有名的四污汤 可以炖鸡 炖排骨炖鱼 都是很好的补血食料 另外想要拥有一头 秀发的宝宝们 四污汤也能护发哦 因为发为血之鱼 也就是说 人体内的血够了 才能长出健康漂亮的头发 其实我刚才杜医师提到 像这样的四污汤里面 它可能会加上排骨 鸡汤或是鱼类 加上这三种的东西 是不是因为它里面 蛋白质比较丰富呢 没有错的 我们讲干血 除了在食物里面 我们可以从深绿色蔬菜 蛋白质 以及肉类里面 获得我们血分的补充以外 再加上这些药材呢 跟蛋白质完美的搭配 可以让我们身体两方面是更均衡的 也靠着这些血肉有情之物 可以滋养你的身体 哦 我懂了 可是那我还是不太了解 为什么干跟蛋白质 是有直接影响的关系呢 是 讲到蛋白质如何补充呢 这个就是我们西医营养学的概念 我们的血液的制造 是不是最基础是蛋白质的来源 所以你去看医生营养师 他都会建议你 是不是我们要多吃红肉 然后多补充蛋白质 那所以呢 吃素的朋友不要担心 不是只有肉才可以帮你生长你的血 有蛋白质 是不是 你也可以从黄豆 黑豆 任何的蛋白质丰富 像是酪梨 也都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一个代替品 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除了四物汤之外 可以帮助女性在春天养生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可以让女性在春天也可以养生呢 是 我们在讲这个干血的照顾上呢 除了我们可以让你血分可以生长以外 也希望你的皮肤会变好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特别的药膳汤 像是我们说的当归养血 很简单哦 里面只有两个药 一个是当归跟黄芪 再搭配我们刚刚说的大枣跟枸杞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气色不是很佳 缺乏苹果肌的朋友 其实这个当归补血汤呢 一样你也可以炖鱼 那鱼又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这道汤呢 就可以帮助你增加你的气色 增加你的气血循环 所以如果有朋友很在意脸上的肝斑 老人斑或者是雀斑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有一些活血三瘀的效果 肝如果浴了 就会黑色素沉淀 凝聚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你的脸好像 不是这么平整啊 对 颜色也不是这么顺 对 除了靠化妆以外 我们也希望天然美啊 天然美的方法很简单 靠你内在的气血循环 改善你的肤质 皮肤每28天到45天生长一次 对 也许你喝个大概一个月 一个半月 新的皮肤生长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蛋斑的效果 非常的好 我们常用的当归补血汤 不止可以调理体质补血 对于皮肤气色更是有生效 因为里面除了养血的药材 还添加了补气的中药 血氧了 气更补上了 自然气血循环就会好 脸色就会萌萌的 通常你都会发现 其实在生理池之前 或者之后你的皮肤 会完全不太一样 有时候会发亮 有时候会暗淡无光 我现在想要请问 就是在诊所里面 服务这么久的Jessica 她有没有亲身经历过 就是看到她身边的朋友们 喝了四神汤 或者喝了她之前杜医师 介绍的这个 所谓的当归养血药膳之后 皮肤突然变得亮起来的 有一些妇科的 有问题的朋友 女性朋友 她们来到诊所的时候 她们会寻找杜医师 就是关于这方面 就是妇科方面的一些 就是调养 调养这样子 然后呢 杜医师我们也常常会提供 就是告诉她说 要喝当归养血汤啊 之类的 结果就发现到说她隔了两个礼拜来之后呢 她的皮肤就非常明显的 就是色泽各方面就光亮起来 而且主要是人的精神也好很多了 OK所以其实Jessica是眼见为凭 那我还是要以观众的角度来问一下两位哦 其实大家都说啊 吃维他命还有喝中药的汤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因为煮汤的时候你要煲汤你要养水 然后你要一碗一碗这么喝 OK可是吞维他命呢很快一颗就已经把它吞完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杜医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中医跟新医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很多人就是贪快 一天早上都已经没有时间了 每天早上要上班上课要做饭 对不对 这样子我吞一颗维他命就够了 怎么还有时间来煮这个汤呢 是我们想想看两三千年前 请问我们有没有维他命可以使用 没有 是我们大概只有这些草药 可以帮助我们爱美的女性 那请问一下我们这些西施赵飞燕 杨贵飞是怎么单身的 他们当然是花了大把大把的草药 堆出来的 比如说也没有整形 也没有这些方便塑成的药物 那我们来讲正经的 为什么我会选药膳而不是选维他命呢 毕竟我们的食物是我们大地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依据当时令当地的食材来为我们身体的进补 我们可以跟地气可以配合 这就是我们说的接地气 可以很实际的调整你的身体跟体质 那维他命的毕竟是合成的 或者它是用一些剩余的食材所制造出来的 毕竟我们身体的吸收就会比较有限 比较容易浪费 所以我们食物里搭配药膳食疗 让你的身体好吸收 我觉得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在下一集的健康好意思里面 我们要继续告诉您 其实每一个节气都有分不同的保养方式的 其实现在春天到了 可是之后又会变成一个多余的季节 也许这个多余的季节 就会有更多的细菌出现了 冬医师将会告诉您 到底应该要如何的用中药来杀菌 而其实在这个时节里面 也有许多人是常常会生病的 生病的时候不是一把眼泪 就是一把皮涕 而且还会全身酸透 我想要知道 其实每天在药行里面工作的人 到底会不会常常生病 这个问题是要问Jessica 其实有一句老话 就讲说在药行里面工作的这些小学徒 每天抓药 他是不容易感冒的 那我就是属于那个小学徒 我就是那个不感冒的人 然后因为主要是我们每天在药行 接触很多的中药 在接触中药的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我们慢慢的 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各方面也增强了 那如何用纹的方式 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那这个部分就是杜医师 他真的是专场 他在这个部分有独特的研究 OK 所以其实草药不一定是要用吃的 其实有时候用纹的 也可以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是吗杜医师 其实现在人很担心食安的问题 是不是 对 连中药都有重金属残留 有熏流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甚至是怀孕的妈妈 更会担心 会不会对我的小宝宝造成影响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中药的世界里 是很丰富的 所以我们就玩出了一种新的方法 叫做中药外用 怎么样用中药外用 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 现在虽然是春天了 可是天气温差很大 还是很多人感冒 尤其在亚洲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 是不是很容易大家就互相传染 对 因为大家都生病了 可是还是继续去上班上课 一个人打喷嚏 全办公室都遭殃 对 我想我们在洛杉矶也是一样的状况 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为了这种外感的状况呢 你又不想马上吃药 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所以我们就找出了 在中药里面有一类的药呢 叫做方香外感用药 那像这里我就混了十种中药材 都是可以吃的哦 可是我们不拿来吃 我们把它找一些可爱的小棉袋 你自己喜欢的 你孩子喜欢的 或者先生能接受的 你把这些香草料呢 放在袋袋里 你适当的搓揉的时候呢 它会挥发出里面的植物性精油 你闻到香气的同时 它其实那个香味会附着在你的皮肤上 黏膜上或者是形成一个保护膜 是不是可以预防感冒 预防病菌 这个是有科学根记的哦 怎么讲它就有点像清新的感觉 并不是完完全的像中药滋补啊 或者是炖汤的那样的一个 一个比较浓的中药味 它这个里面 这个是熟微草吗 杜医师 这个白白的这个东西 这个里面有艾叶 广获香 这个很可爱 叫做西梨花 它是专门通鼻翘的 所以甚至一些过敏的 鼻塞的朋友 也都可以闻 闻这个味道 可以开鼻翘 所以其实杜医师 并不是每一个草药都有味道 像我刚刚闻到的那个 就不是太有味道的 可是它是有预防的功能的 是 它里面的精油呢 都含有很丰富的抗病菌 抗病毒的成分 如果我们包在包包里 你可以揉揉看 当你双手一搓揉 你一搓揉 你会发现手上 都是那个中药的香味 而且它有一点薄荷的味道 为什么杜医师 它这个薄荷 里面有紫苏叶跟薄荷叶 薄荷能帮助人提神醒脑 这样让我大吸一口 没错 浑浑浑浑浑的朋友们 其实放在你的办公室的案头啊 妈妈可以放在小孩子的睡床边 或者你让他带到学校去 学校是不是最容易 大家互相感染的 所以很多妈妈呢 会可以准备一个小香囊 经济又实惠又方便 又有特色 秀个名字啦 带在你的背包上 或者带在小孩的口袋里 其实小朋友 这个在互相接触的同时呢 这个精油可以帮你形成 一个很天然的保护瓶杖 OK 那这样的中药草带 我们大概多久需要换一次 里面的草药 这里面你随时搓揉呢 这些干燥草药的精油 会不断地挥发出来 大概半年才换一次 半年 是不是很省事啊 这样妈妈不是就已经赚到了 这样一个小草药 半年才用得完 你还不用强迫孩子 捏着鼻子喝中药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其实也不用吃太多的 抗过敏的药物 那这个我就先拿回家了 观众朋友如果需要 记得打电话过来 还有女孩子还是在春天的时候 还是觉得其实皮肤的保养 是更重要的 因为其实在秋冬跟春天换季的时候 秋冬让你的皮肤非常干 非常痒 所以在春天到了 比较湿润了 可是你的皮肤也许没有办法 一下子感应过来 不知道Jessica呢 她其实在她的诊所里面 有没有看到 其实有些女孩子 或是女人 或是妈妈们 甚至更年期的 在春季秋冬 转换这个季节的时候 皮肤变得非常的不好 也许会痒啊 或者是 其他皮肤上面的症状 就是不管是皮肤发痒 或是身体微肿啊 水分过多 这些现象都一直持续有 那这个都是因为 我们气血循环啊 不好而造成的 那水肿这样的问题啊 是不是女孩子都一定会水肿呢 那水肿里面的 身体里面的水 到底应该要怎么排掉 杜医师 其实呢 这个方法呢 非常的简单 除了我们内服的 很常常听到的四神汤 就可以帮你排湿 健脾胃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泡脚 是不是 有人说是蒸脚 有人说是烫脚 没有关系 其实你只要准备 适当的热水温水 增加你身体的温度差 让上半身下半身可以循环 自然水分 就会从我们的汗水代谢掉 各位都忽略了 这个最古老的 最简单的方法 却一定要试试哦 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 二十四节期中的 纯分 清明 与古语 可现而知 雨季的来临 大地的湿气 加上身上的湿气 让人都要发霉了 去湿的内用药膳 煲汤 如四神汤 外用如中药泡脚 都有很好的效用 如果你又可以用适当的水温 来做泡脚的动作 让你身体里面的血液 继续循环起来 这样子呢 干气就不会郁节 身体上面呢 就会感觉轻松许多 当然皮肤也会更明亮的起来 最重要的是 你的牛仔裤一定穿得下 因为你的水肿呢 这样都可以解决咯 感谢你收看今年的 健康好easy 健康有理 easy直行 我们下次见 拜拜